国民党的党首席马云九在十几点前来 占独立法医疗王金兵的作法 再度组成台湾社会的动乱 护理官立委李英文上当部政党 他今天去做个记者会 共力批评国民党的作法 违反设法的情形 我们整个县法是分成 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 这三权应该是平民制衡的 没有说一个国家的行政首长 能够对国会议长这个职务 一气指使 在还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就说一定要辞掉这个国会议长 一定要离开这个位置 类似这样的讲话 这个已经不适任中的 李英文表示 为了要为台湾的民主政党 已经在到民进党的支持 比较将联合台湾和秦民党 担对处处提出适合的要求 我也已经向党团说明了 我要提出视线 得到党团权力的支持 所以基本上因为只要38位 所以这个视线案是基本上是成立的 李英文又减掉 党的来自不应该撤罐憲法 尤其是有关立法议柳的这款 国民党开渡立法议柳的作法 有很大情意 他的国会议长的职务是由立法院 由立法会员 由每一个国民选出的立法会员 来选出来的议长 就这个部分 他已经超越了 你的一个党的施的党规的一个事情 这个部分是有严重的争议性 有争议性 我们当然认为绝对不可以 但是你国民党有争议我们就视线 李英文也批评国民党主席 感谢冬季委员会的作法 他认为冬季委员会应该要有公平的公正 跟特别的这款 记者 李英文委员 蔡翁博德